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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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美术教育和雕刻有30年了 为了更好的转严胡蕁雕刻 我自己收拾了工作室 《文字幕志愿者 》 这个工作室就是我的胡蕁世界 我都是根据胡蕁的大小和形状 創造出不同的作品 每个作品都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我出生在孔子谷里的曲符 根据儒家景点文献和故事 进行创作的作品也很有趣 这是我胡蕁创作的一大特点 这幅作品我齐名大载孔子 然后我表现的技法呢 由拼雕枸 由副雕像 由副雕像杰克 主题意思 是表现出来控制周游列国的阶级 大成点是表现出来后任 对控制的敬仰和准景 它后边带上了直胜贤石 和控制的间解 都是雕刻上石 表现出来 这件作品也是我代表性作品之一 我齐名叫蒙尼捞甲 表现了咱捞甲的很故朴的那个形态 有捞皮方子 还有很多的笼具 然后还有挤钩 牛 做是体现出来对二次的记忆 和对捞甲的情怀 总的来说 我创作的葫芦雕刻 主题非常多样化 由中国串通文化 深化串组 自然风景 画鸟玉秤 任务新型 也由西方优化 丑相艺术等等 多样性 多样化的创作 葫芦雕 葫芦在我国有了 七千余年的种子理事 葫芦则 葫芦雕 有吉祥如鱼 美满鹤蟹 驱载笔鞋的魅好鱼 因为葫芦里面朵枝 也有了枝顺腕带 朵枝朵腐的汉影 石井大雅记载 面面刮跌 命之出生 来形容人类的祈愿 葫芦雕刻的理事 可以追溯到 中国极千年前的古代文明 命草以本名叫乌渣族的手工 就记载由葫芦雕来晃甲拼 葫芦雕刻 成为杜林民派的收益行当 直到秦朝 葫芦雕刻工艺达到丁盛时期 荒石 使葫芦雕刻为赠品 昌荣之 奎整奈斯 商持下成有 葫芦雕刻是2008年 被国务院批准 也如国家级肥武之 文化遗产命路的 我是一次欧人的姐夫 在2018年的伴阁 参加了国家文明部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主持开展的一个 葫芦雕刻艺术创作配音 从那时 对葫芦雕刻有了深刻的理解 也就是喜欢上了葫芦雕刻 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 葫芦雕刻的手法 包括 咳 雕 楼 头 等多种手法 创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绘画技术 和生命能力 才能将图案和温子 雕刻到栩栩入神 我做的葫芦作品 这种构图爆满 称刺丰富 景雕细节 和线条的溜达 能让左屏看起来更加神动和自然 呈现出各种复杂的图案 位置和细节 要完成一件衬拱的葫芦雕刻作品 大概分六个步骤 首先要悬了 看葫芦的劈破劈后 决定这个雕刻手法的省签 过一点的适合线调 签附调 厚一些的适合绳附调和楼孔 然后就是创作构丝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也是作品创作的关键 第三个步骤就是构图 先用钳笔在古路上构一个超图 再用构线笔确定构图 第十步根据线条进行雕刻 每一道都要做到景尊物 全考收入多年的经验和记忆 最后是做石 油的作品进行做石 油的包吃葫芦的瓶石 这样一件景美的葫芦作品就完成了 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感觉了 能通过葫芦寒昌淋漓地表达我内心的情感和想法 做葫芦雕刻需要足够的耐心 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世界 因为收工创作不能量餐 很难带来这个景级小意 有些亲朋好友都劝我别在这条路上下太多工 但是我非常喜欢 因为葫芦雕刻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当我看到一个个不同形态的葫芦 经过我的手 能华丽地转变成独具魅力的艺术品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 这些葫芦都是我老媛妇要没给我种的 家里种了一片地 每年都能收获一大吃 老人对我的支持我确实非常感动 葫芦雕刻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 对传承理事文化 供养民族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名肥义传承人 为了保护传承的肥义记忆 我经常和当地的学校社区合作 开展葫芦雕刻课程和讲座 穿手相关之时 培养年轻一代的葫芦雕刻爱好者 有世界的时候也参与一些社会工艺活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葫芦雕刻的美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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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